胖达人面包店遭了踢爆添加人工香精 涉嫌诈欺被警方调查 而胖达人董事长就大声喊冤 他说呢最近才接手禁 他不了解详情 把责任全部推到了前负责团队身上 警方一大早到了店面 插扣了香精还有酵母粉 另外约谈了负责采购的 鸿杏前副总店长以及面包师傅 三个人训后请回 至于关键的前负责人庄鸿鸣 警方找不到人 而到底这香精是谁说要用的 目前没有人承认 胖达人那个采购吗 对着镜头一句话都不说 他是胖达人面包店的宏信前副总 负责所有分店的采购工作 找到约谈就是要查人工香精 到底是和谁买的 师傅可以跟我们讲说 你们那时候做面包 到底有没有加那个香精吗 那时候做的时候知道吗 被警警带着走进地间署 他是将信面包师傅 亲手做出胖达人的面包 到底香精的配方是从哪里来的 你知情吗 而他是胖达人 敦南店的王兴店长 负责店里的进货工作 人工香精到底用了多久 检察官要从他这里突破 这样查到什么信息在吗 除了约谈三个人 警方一大早就到敦南店 从里头扣走了一大箱的任务 里面就是七罐香精 还有两包酵母粉 检警如此大动作 就是要查人工香精 到底是谁下令要用的 我在这边还是深深地跟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至上十二万分的歉意 他是现任的胖达人董事长 临晨被检方约谈完后两次鞠躬表示歉意 却把所有的责任往外推 宣称这个礼拜才接手经营 面包怎么会有人工香精 他们也不清楚要问前经营团队 只是关键人物就是他 诸到一切的钱负责人庄红鸣 事发后就不证人意 检方除了要追人 也要从将军工厂开始调查 要弄清楚到底是谁在欺骗消费者 终于新闻众号报道